同学们好,我是北京市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实验学校的姚飞丹老师。 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八年级上册第二单元的《回忆我的母亲》。 在文章中,作者朱德深情回忆了母亲的一生,表达了对母亲的深切怀念。 下面,我们一起走进文章。 文章开篇,得到母亲去世的消息,我很悲痛。 我爱我母亲,特别是她勤劳一生,很多事情是值得我永远回忆的。 交代了写作的缘由,高度概括了母亲勤劳一生的特点。 我爱我母亲,点名了文章的感情基调。 接下来,文章具体描写了关于母亲的几个事例。 课前任务单要求同学们阅读文章后,用小标题概括出母亲的具体事例。 你们概括得怎么样? 老师找了两位同学拟出的小标题,大家一起来看看,他们拟写的是否合适。 第三四段,写了母亲在家庭贫苦的情况下,将八个子女带大,还写了母亲有繁重的家务和农活,从早忙到晚。 这两位同学依据这些内容拟出小标题, 寒心如苦养育子女,寒心如苦带大子女,和每日不歇辛勤劳动,每天辛勤劳动。 与第三段,母亲亲手将众多子女带大相对应。 与第四段,母亲是劳动能手的内容相对应,所以都是恰当的。 概括内容差异较大的,是两位同学对第五、六段内容的概括。 我们先看第五段。 一位同学的小标题是,边做边教我生产知识。 另一位是,我帮母亲干繁杂的家务。 我们把书翻到第29页,一起来看一看第五段,到底哪个同学概括得更合适呢? 第五段,是朱德对母亲的回忆。 回忆四五岁时,自己在母亲身边学习劳动。 长大一些,上司熟,回家就赶紧帮母亲分担繁重家务的情形。 我帮母亲干繁杂的家务,是从我的角度概括的。 不能凸显母亲勤苦操劳的形象。 很显然,边做边教我生产知识,是从母亲的角度进行概括。 更合适。 我们再看课文第六段内容。 这一段,不仅写了母亲做杂粮饭, 还写了母亲对家庭事务、用品的诸多安排。 这些零散的生活片段,都是用来写母亲的聪明能干。 在物质条件极其匮乏的情况下, 还能维系家庭的用度。 第一个同学,概括为聪明能干,维系用度, 是从母亲生活的多个角度进行提炼,概括全面。 第二个同学,母亲把杂粮饭做得好吃,概括得不够全面。 第七段之后,两位同学的概括都恰当。 但大家仔细观察,谁的概括整体来看更好? 好在哪里呢? 上边同学,概括的小标题表述语言规范, 小标题结构更公正些。 从前面的对比中,我们发现用小标题概括事件时, 有几个注意事项。 同学们试着概括一下。 第一呢,在把握原文内容的基础上进行概括。 第二呢,以主要人物为表述对象进行概括。 第三,结构力求公正。 了解了有关母亲的事件,请同学们再思考, 这些典型事件是如何充分体现母亲的形象和品格的呢? 我们把母亲的事件放在不同的境遇中看, 就会更清晰。 首先,是二至七段。 贫苦的家境里,母亲承担着做母亲和农妇的双重负担。 她是个出色的劳动能手, 终日操劳,而且同情穷苦人, 与一大家人相处和睦。 接着,是第八九段。 当家庭遭受天灾,地主欺压的厄运时, 母亲节衣缩食,东挪西戒,坚持供我读书。 还有,第十一至十三段。 1919年,朱德时任护国军旅长, 她有能力接父母过上, 离开在土地里艰苦劳作的日子。 但父母劳动惯了,离开土地就不舒服。 母亲直到老年,依旧不错劳作,游习访眠, 直至她勤劳一生结束。 把母亲的事件放在不同的境遇中, 我们更能体会母亲的坚韧顽强, 勤劳能干,有朴素的反抗意识。 这是为怎样伟大的母亲呢? 当朱德母亲去世后, 中共中央的晚联是, 八路功勋,大孝卫国, 一生劳动,无党之光。 毛泽东同志书写的晚联是, 为母当学民族英雄贤母, 死人无愧,劳动阶级完人。 刘少奇、周恩来等同志书写的晚联是, 教子成民族英雄, 举世共亲贤母犯, 毕生为劳动妇女, 故乡拥保,好家风。 原来,正是因为母亲宽厚仁慈, 坚韧顽强,爱憎分明, 始终如一地支持儿子投身于革命事业, 才会影响,培育出无产阶级革命家、 政治家、军事家朱德。 1944年,他去世时, 才会引起全党对他的尊敬与缅怀。 朱德为了表达自己对母亲的思念与敬爱之情, 与母亲逝世后, 写下了这篇朴素感人的《回忆三文》。 那么朱德如何通过具体视力表现母亲的品格, 如何在回忆中表达对母亲的深情与怀念呢? 我们一起深入文本来体会。 先来看第二至六段。 同学们在阅读中可能找到了这样的句子。 第五段第一句, 母亲这样的整日劳碌着。 总括母亲每日辛劳的情况, 后面有一处简短描写, 常见母亲在灶上汗流满面的烧饭, 我就悄悄把书一放, 挑水或放牛去了。 儿子每回从私塾回家, 就看见烧饭烧得汗流满面的母亲, 无需多言, 懂事的孩子知道帮助母亲分担家务, 不用催促, 连提醒都不要。 就去干活儿, 指一个悄悄, 就写满了儿子对母亲的心疼关爱。 有的季节里, 我上午读书, 下午种地, 一道农忙, 便整日在地里跟着母亲劳动。 写母亲如何一步步教我劳作, 整日在地里跟着母亲劳动, 就从侧面交代母亲对我身教大于言传的教育, 在实践中自然而然地交给儿子许多生产的知识。 作者对母亲的心疼、赞美、感激之情, 蕴含在质朴的文字中。 还有的同学可能找到了第六端。 第六端, 电户家庭的生活自然是艰苦的, 可是由于母亲的聪明能干, 也勉强过得下去。 我们用童子炸油来点灯, 吃的是豌豆饭、菜饭、红薯饭、杂粮饭, 把菜子炸出的油放在饭里做调料。 这类地主富人家看也不看的饭食, 母亲却能做得使一家人吃起来有滋味。 赶上丰年, 才能缝上一些新衣服, 衣服也是自己生产出来的。 母亲亲手仿出现, 请人织成布染了颜色, 我们叫她家织布。 有铜钱那样厚, 一套衣服老大穿过了, 老二老三接着穿, 还穿不烂。 第六端, 是朱德对母亲的日常生活经历, 所做的叙说和交代, 运用了叙述的表达方式。 电户家庭的生活自然是艰苦的, 这句是本段的总起句, 交代我家的社会阶层, 也交代了广大店户家庭的共同特点, 艰苦。 可是, 母亲能将日子勉强过得下去, 让豌豆饭菜饭, 红薯饭杂粮饭, 这类地主富人家看也不看的饭食, 变得有滋味。 地主家的看都不看, 与我家的有滋味形成对比。 既写出作者对地主家穷奢生活的蔑视, 也突出了母亲的擅持家务, 聪慧能干的特点, 表达了对母亲的称赞和深切怀念之情。 年成好的时候, 母亲亲手仿出现, 请人织布染色, 为我们制新衣。 一套衣服老大穿过了, 老二老三接着穿, 还穿不烂。 兄弟几个轮番穿都穿不坏, 也用了叙述的表达方式, 从侧面体现母亲心情又能干的特点, 令作者发自内心的赞叹、敬重。 我们来小结一下, 第二至六段中, 作者表达对母亲深情的方法。 第一,作者用平时的叙述, 展现对母亲的感念深恩。 第二,用对比等写作手法, 展现母亲高尚的品德。 下面,我们来看第七至十三段。 这个部分, 朱德又是如何在回忆中, 表达对母亲的深情与怀念呢? 有的同学关注到了第七段, 认为整段有很大一部分, 都在写我的家庭成员, 跟母亲没有多大关联, 认为这部分内容可以删去。 你怎么看呢? 我们来读一读这段文字。 勤劳的家庭是有规律、 有组织的。 我的祖父是一个中国标本式的农民, 到八、九十岁还非耕田不可, 不耕田就会害病, 直到临死前不久还在地里劳动。 祖母是家庭的组织者, 一切生产事物由他管理分派, 每年除夕就分派好一年的工作。 还有,每天天还没亮, 接着听见祖父起来的声音, 接着大家都离开床铺, 喂猪的喂猪, 砍柴的砍柴, 挑水的挑水。 这一段介绍了朱德家庭成员每年、 每天有规律、 有组织的进行劳动的内容。 虽然不是直接叙述母亲的事件, 但交代母亲和生活的贫苦、 勤劳的家庭环境, 在家庭成员有序和睦的相处中, 凸显母亲宽厚仁慈的品质。 这些内容, 彰显了中国普通贫苦农民家庭的生活, 以及家庭中所有人对我潜移默化的影响。 借此, 作者表达的是对母亲的深深敬爱之情, 这一段不能删除。 细心的同学还会发现第八段, 有大段写社会背景的文字。 庚子年前后, 四川连年旱灾, 很多的农民饥饿破产, 不得不成群结队地去吃大户。 我亲眼见到六七百穿得破破烂烂的农民 和他们的妻子儿女被所谓官兵一阵凶杀毒打, 血溅四五十里, 哭声洞天。 这几句有什么作用? 这几句话把母亲平凡又伟大, 勤劳一生, 放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上来写。 四川连年受灾, 豪生地主家境剥削, 农民走投无路, 起来造反, 成群结队地去吃大户, 结果遭到反动政府镇压, 血减四五十里, 哭声洞天。 家庭的不幸, 母亲的不幸, 正是千万穷苦人的不幸遭遇。 作者在更广阔的环境下, 展现母亲忍耐坚强的形象。 他惯于忧患, 惯于勤劳, 惯于忍耐, 在以惊人的毅力带领全家与险恶环境搏斗的同时, 也把当时的社会认识得更清楚了。 这些描写, 体现了作者对母亲的同情理解, 敬佩爱戴至亲。 分析到这里, 我们来小结第七、八段中, 作者表达对母亲深情的方法。 作者用平时的叙述, 交代母亲生活的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 在典型环境中, 展现出母亲面对艰难生活表现出的不屈的勇气, 勤劳坚定的品格, 表达对母亲的理解敬重, 深切怀念之情。 这个部分, 还有同学找到了第八到十二段这样的句子。 母亲沉痛的三言两语的诉说, 以及我亲眼见到的许多不平事实, 启发了我幼年时期反抗压迫, 追求光明的思想。 这个时候的学费都是东挪西借来的。 我母亲对我这一举动不但不反对, 还给我许多未免。 母亲知道我所做的事业, 她期望着中国民族解放的成功, 她知道我们党的困难, 依然在家里过着勤苦的农妇生活。 这些语句按时间顺序, 交代母亲对我思想上的启迪和行动上的支持, 是运用了叙述的表达方式。 第八段, 写母亲增强了朴素的阶级意识, 母亲沉痛的三言两语的诉说, 以及我亲眼见到的许多不平事实, 启发作者从幼年时期便具有反抗压迫, 追求光明的勇气, 表达了作者对母亲深深的感激, 敬爱之情。 第九段, 这个时候的学费都是东挪西界来的, 总共用了二百多块钱。 在生活困苦的情况下, 母亲节衣缩食东挪西界, 送作者去读书, 反映出母亲努力摆脱贫困和欺压的骨气。 第十段, 写我母亲对我瞒着她离开家乡, 远走云南, 参加新军和同盟会的举动, 不但不反对, 还给我许多未免。 我在新旧思想的尖锐冲突下, 做出了选择和行动, 母亲给了我鼓励和支持。 第十二段, 写作者接受马列主义加入中国共产党后, 母亲知道儿子的事业, 知道党的困难。 不论与作者有没有联系, 她都在家里过着勤苦的农妇生活。 这是对儿子现身的事业的理解支持。 以上这些启示、鼓励和支持, 又无一不体现着一个普通劳动妇女的觉醒意识。 作者把深深的敬爱和怀念都渗透在对往事的回忆中。 不用铺张渲染的描写, 只以朴实的叙述, 偶尔简洁的议论, 来表达自己对母亲深沉的感情。 我们来小结这个部分作者表达对母亲深厚情感的方法。 第一,按照时间的顺序进行叙述, 展现母亲的伟大。 第二,在家序家义中表达作者对母亲深深的感激与怀念之情。 我们看文章最后四段, 同学们会发现十四十五段和十六十七段的表达方式不同。 我们先看十四十五段。 第一,十四十五段用了什么样的表达方式? 表达作者观点和态度的表达方式叫做议论。 他与前文层次紧密呼应。 感谢母亲交给我与困难做斗争的经验。 感谢母亲给我一个强健的身体, 一个勤劳的习惯。 这是由对第二至七段的回忆中自然引发的感情, 让投身革命的我没被困难吓到, 从来没感到过劳累。 感谢母亲交给我生产的知识和革命的意志, 鼓励我以后走上革命的道路, 与第八至十二段紧密联系。 在这条路上, 我一天比一天更加认识到, 只有这种知识、 这种意志, 才是世界上最可宝贵的财产。 作者认识到母亲对自己的深远影响, 在议论中饱含对母亲的感激之情。 大家在读第十六、十七段, 看这两段与前面的表达方式有什么不同。 第十六、十七段是抒情的表达方式。 母亲现在离我而去了, 我将永不能再见她一面了, 这个哀痛是无法补救的。 作者先抒发母亲离我而去的哀痛, 再表达报答母亲深恩的决心。 作者说母亲是平凡的人, 但正如上两段所指出的, 母亲是一个有着丰富的生产知识 和与困难做斗争经验的人。 她身上体现着不被任何困难压垮的坚强意志。 这些正是我们民族赖以生存、赖以进步的 最可宝贵的品格。 所以,母亲是伟大的。 她是创造了和创造着中国历史的 伟大人民的一员。 作者把母子之情与热爱我们民族、 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共产主义事业的感情 融汇在一起了。 我们来小结这最后四段 作者表达对母亲真挚情感的方法。 第一,议论段,与前文紧密呼应。 第二,抒情段,抒发哀痛, 表达报答母亲深恩的决心。 分析至此,我们会发现, 这篇文章没有华丽的辞早和过分的渲染, 却深深打动了读者, 正所谓,朴实中见真情。 二段至十三段的叙述母亲的具体视力, 与十四、十五段议论相对应。 我爱我母亲,母亲又给我一个强健的身体, 我应该感谢母亲,愿母亲在地下安息。 语言,朴素,亲切, 这一生生感念, 一生更比一生感人。 母亲,是一个多么可亲可敬的称呼。 文章由叙述、议论, 再转向抒情, 让我们体会到, 作者的母亲是一位值得人人敬爱的母亲。 母亲的精神和作者对母亲的深情怀念, 处处感动着我们。 朱德总司令为国家大业, 为能见上母亲的最后一面, 心中无比悲痛, 写了这篇文章来怀念自己的母亲。 这也引发了我们的进一步思考, 我们应当如何报答父母呢? 懂事的同学们一定各自都有了自己的答案。 孝经理记载, 立身行道, 扬名后世, 已显父母, 孝之忠也。 这句话告诉我们, 真正的回报父母的方式, 是立身行道, 扬名后世, 已显父母。 用父母给予的生命, 尽情绽放自己, 行所当行, 做更多的事情, 为社会做更大的贡献, 让他们在我们身上的付出, 能够得到一种社会价值的回报, 才是最好的效。 朱德总司令的这种尽忠于民族和人民, 尽忠于党, 就是上文所说的对父母最大的回报啊。 回忆我的母亲中, 回忆了母亲勤劳的一生, 赞颂了母亲勤劳简朴, 宽厚仁慈, 坚强不屈的优秀品质, 盖述了母亲对自己的教育和影响, 抒发了对母亲的深深怀念和无比崇敬的感情, 表达了自己, 尽忠于民族和人民, 尽忠于党, 来报答母亲的决心。 在你的记忆中, 是不是也有这样一位特别的长辈? 在你的成长中, 给你无限的鼓舞与力量, 让你对他充满了崇敬和感激之情呢? 请你用叙述为主, 议论、 抒情为辅的表达方式, 将记忆中最典型的故事和最真挚的情感, 书写下来吧! 下面, 老师给同学们一些自主阅读的建议。 很多作家都写过回忆母亲的文章, 比如《邹涛愤》的《我的母亲》, 《老舍》的《我的母亲》, 李柯柯的《我们是怎样过母亲节》的等。 请同学们阅读不同作者笔下的母亲形象, 体会不同作者的不同写作手法。 这节课就讲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